马云九说 马云九主动提及 前一段时间部队出现风际问题 不论是会客、军品管理、资讯安全 及性别平等原则都受到一些破坏 导致外界严厉批评 马云九表示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官兵 都是坚定忠贞、爱国信念 能够受到民众尊敬的 但是难免还是有少数的害群之马 我们一定要诚实面对 虚心检讨、全面改革 有错就要承认 有错就要改错 马云九随后与抗战老兵、毕业生 及学生家长共进午餐 还逐桌画家常 陆海空军高唱自己军种的军歌 马云九跟着高歌 还一时兴起 带领所有人合唱 九条好汉在一班 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98岁的刘芝球 曾参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见证过南京大屠杀 被问及 霍马总统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感想时说 哦!那感动得大啦! 刘芝球还说 阿兵哥都是穷苦的多 在社会上比较被冷落 他也认识社会就是这样 没有说你到哪里就跟家里一样 要自己自立自爱 要向这个社会有义务感 当军人不是出风头 第一要保持冷静 第二就是要为国家达成任务 如果个人没有表现 在兵库里是应该的 94岁远征军中校退役的董国章 对货班抗战胜利纪念章 他说 董国章陆军官校毕业 分发到化学兵 之后参与颠缅战役 他提到 当时配合孙力仁将军 也以化学武器毒气攻击日本军队 一步步把日本人撤退 89岁当年参与游击战的张昭明 对自己能在抗战中存活 今天获总统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 他说 不单是他自己 他的家人和后代 都愿意为国家牺牲奋斗 今天能够享受这难得的自由 一定不会忘记苦难的国家 也希望自己的国家 能成为世界上受重视的国家之一